佛珠手串不能随便戴,尤其是女孩,戴不对会影响一生的财运。 手串本是佛家僧人诵经的念珠,近年来佩戴手串变成一种时尚,佛珠手串不仅是一种珠宝饰品,还代表着一定的信仰。 据说,佛珠手串都有经过开光,能给佩戴者带来好运和福报,现如今,佛珠手串已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流行饰品,但很多人却不明白它的寓意和讲究, 其禅意和佛性能保人平安喜乐,又能使人儒雅平和,而且装饰作用不斥珠宝,但手串既是佛家之物,就有许多禁忌。 尤其是女人佩戴手串时一定要弄清楚,千万不能万代,戴不对会影响一生的财运。 佛珠的讲究 佛珠手串常在左手佩戴,对颗数有一定的讲究,佛珠手串,男士一般佩戴直径14mm大小,一般是16颗,女性佩戴的佛珠手串多以小珠子为主, 有12mm16颗,12mm手珠18或者17颗,10mm的直径19颗,但由于每个人的手腕粗细程度不一样,没有讲究非要多少颗,佛珠的常珠是108颗加上一颗佛头,是固定数,如果是小珠子,也有216颗的。 左手也被称为行善之手,佛教中左手为慈悲之手,道教中左手为善手,总之,佩戴佛珠以方便为前提, 佛珠是佛教徒用以念诵技术的随身法句,在僧俗间的广泛使用,本称念珠,起源于持念佛法僧三宝之名,用以消除烦恼障和暴障,通常可分为持珠、佩珠、挂珠三种类型。 每穿佛珠,数目表征不同的含义,佛珠的质量不胜枚举,以七宝所制成的佛珠,最为殊胜尊贵,菩提子是最为人们所熟制的一类佛珠,佛珠是弘法最为方便的法器。 然而,在寺庙里开过光的手串,一定要戴在左手上,这是佛家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 佛珠的寓意 佛珠,顾名思义,代表一定的信仰,很多人的佛珠是直接在寺庙求来的,预示着为佩戴者和身边的人带来好运,有安神定气,望财纳福的功效,也是彰显一个人风格和信仰的饰品,戴着手上,也是在提醒佩戴者要心怀善念,慈悲修行。 佛珠的禁忌 佛珠手串代表着信仰,佩戴它是有一定的禁忌,首先,佛珠佩戴时一定要清静,不要在喧华吵闹的地方佩戴。 另外,佛珠佩戴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,如夫妻同睡时不要带或放床边,不带念珠子去卫生间方便,饮酒,吸烟时不要佩戴,不触摸别人的念珠,摸念珠前洗手,念珠不能放在裤兜或皮兜里,不要随意抡动或摆动念珠。 不要随意触碰他人的手串,好奇是人的天性,很多人看到别人的手串,总喜欢上前摸一摸,其实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,手串不同于一般的珠宝,最好不要随便乱碰。 另外,自己的手串其实也非常忌讳别人触碰把玩,尽管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免。 当别人对你的手串好奇时,你最好告诉他只可远观不可玩。 不要用不洁净的手摸手串,如果刚刚触摸过生肉,手上沾染血迹,或者是手心出汗等手上不干净的时候,就不要再触摸串珠了,因为这不仅会对手串本身造成污染从而影响品质,从更深层面来说也是对手串的不尊重。 避免火焰纹,火焰纹就是体现在南红玛瑙外表上的一种纹路,用肉眼观看起来像涌动的火焰,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,展现了一种热情的美感,这种火焰纹是梁山南红才具备的特质。 而且,这类火焰红看起来就是柿子红与玫瑰红混合起来的效果,有着动人的魅力,木料珠子上的火焰纹寓意地狱之火,不利于佩戴者,一定要注意,综上所述,有利于女人的木料手串,小叶子坛,金丝南木,沉香,凤眼菩提等等。 小叶子坛,佛珠佩戴禁忌就有很多种类型,如果你不明白手串蕴含的能量,有时候会破坏您的运气,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 在以下场合,小叶子坛手串戴左手,参加希望达成预期目标的重要会议,比如工作招聘会,项目洽谈会,招投标大会等等,身处希望获得好运的场所,比如在考场,彩票站,抽奖现场,运动赛场,竞拍现场等等,来到带有旺财磁场的场所,比如银行,珠宝店,金库,奢侈品商店,股票交易所,公司财务部门等等,参加一些喜庆,祥和的典礼,比如寺庙开光典礼,各种颁奖典礼, 婚庆喜宴,寿宴,开学与毕业典礼,企业剪彩等等,去拜访,参见德高望重的长者和上级,比如去探望前辈,师长,大学者,老上级,贵宾等等。 遇见上述情况,小编都建议朋友们将手串带在左手,此举可让自己白齿干头,更进一步,届时转运,顺利增幅。 去如下场所,小叶子弹手穿戴右手,去阴气较重的场所,如清明节去扫墓,上坟之类,或夜间身处深山老林,平时进入破雾老宅,救援身像等等,去杀气较重的场所,如在法庭,医院,屠宰场里面,或者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,不巧目睹车祸,或在其他场合遇见打斗,抓捕,凶杀场景等。 去浊气较重的场所,如在歌厅,赌场,酒吧,电影院,地铁站,菜市场,公交车上,轮船舱内等,去会气较重的场所。 如洗车场,监狱附近,公共厕所,垃圾场,污水场等污秽场所等等,去会见,探视充满负能量的人士,如吸毒者,盗贼,犯人等等,大家平时尽量避免或少去上述场所,如因工作和生活之需,不得不去,那这时就最好将手串带在右手, 它会帮你挡杀化载。 小叶子坛,手串佩戴禁忌,有哪些? 在如今的木质手串市场上,小叶子坛,是手串身受众多收藏爱好者所喜爱的一个盘玩的小物件,那么小叶子坛,手串佩戴禁忌有哪些? 俗话说,人分三六九等。 木分花里子坛,小叶子坛,自古就是名贵木材,是红木中的佼佼者。 许多人都喜爱佩戴一串小叶子坛,但终究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小叶子坛手串佩戴禁忌有哪些? 佩戴小叶子坛手串的禁忌宁可千万要记牢了。 小叶子坛是一种带有淡香的材质,子坛手串在不带的时候应用密封袋装好妥善放置,不要和其他带有香味的东西放在一起,这样佛珠的香味才不会减弱或串味。 坛木佛珠不能沾水,所以在洗澡、游泳、洗衣服、洗手或者其他可能沾水的时候。 需要把佛珠取下,如果不慎沾水,尽快擦去水,不然会使坛木佛珠颜色变浅,光泽变暗。 有些人用水洗小叶子坛,珠子的颜色就变得暗淡无光了,若是使用清洁剂来洗,就更严重了。 佛珠在技术的时候,每念完一串的时候,不要将念珠翻转之后再技术,而是要循环不间断的技术。 买佛珠,要说请,跟请佛像一样,请一串佛珠,请一尊佛像,佛珠手串如果暂时不戴,切勿放进裤子口袋,应当包好,放进上衣口袋,最好是衬衣口袋,以示尊敬,日常放置时,不要压在书本或者其他物体的下面。 要安放在上面,也不要放在不整洁的地方,需要包好,放在安全整洁的位置,有香味的佛珠,比如沉香手串,檀香手串,不戴的时候,不要跟其他有味的东西放一起,要单独存放,单独放一个密封袋里,这样佛珠的香味不会减弱,也不会串位。 佛珠平时要注意,不要碰撞到别的东西上面,尤其是那些七宝类的佛珠和玉石类的佛珠,因为这些佛珠很脆很硬,碰撞容易导致损伤,佛珠手串要经常拨动或者把玩,这样佛珠上面就逐渐形成包疆,包疆是对佛珠手串最好的保护层。 而且,附与佛珠灵性和翡翠玉石一样,手串也害怕阳光暴晒,手串在阳光下暴晒的话可是很可怕,很容易出现手串被晒裂的现象,如果手串长时间裸露在阳光下,即使不出现暴裂现象,也会让手串的包疆因此过热而损毁,而且不论哪一种,手串在阳光下太久都会灼伤品相,木质手串会被高温烫坏。 手串在佩戴的时候要尽量避免高温,不要出入高温场所,也不要佩戴手串去桑拿,更不能将手串放入热水中清洗。 手串都会害怕汗水,特别是木质手串,极其容易被腐蚀,因为汗水中有碱性的腐蚀性物质,对手串珠子有很强的腐蚀性,所以在佩戴手串的时候一定要定时清洗,特别是在流汗之后,木质手串以及菩提手串都是极其害怕潮湿的环境, 在潮湿的地方长时间会发生霉变,让手串失去灵性,虽然手串也要保持一定的水性,但是长期在手中浸泡或者在潮湿环境下,会让手串发生变质,因此要避免手串过多的沾水,即使在清洗之后,也要将手串上的水滴擦洗干净。